美军在短短的几分钟内便失碎了朝鲜人民军的防线 美军上校狂妄地认为 朝鲜人民军和我元朝志愿军在装备精良的美军面前都不堪一击 历史证明美军有多狂妄 就被我志愿军打得有多惨动 殊不知此刻 草丛中正有一把狙击步枪 瞄准了上校的心脏 就在这片荒凉的草丛中 各方狙击手暗潮涌动 美军狙击手率先发现了一名人民军战士 并成功将对方击杀 殊不知在枪声的掩盖下 美军上校被我志愿军战士一枪毙命 随着一阵骚乱传来 美军狙击手才反应过来 然而一切为时已晚 我志愿军战士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这名战士正是我志愿军神枪手杜川 他的任务便是带领侦察牌深入敌后 轻扫敌炮兵观察哨 并刺激破坏敌炮兵阵地 为我军发起正面进攻扫清障碍 然而侦察牌与团部已经失联三天了 为了找回侦察牌 总部决定派出三台前往营救 三排长老猛 临危受命 随即带兵赶往目标地 可还没走多久 他们便在一处废墟中 发现了28具志愿军战士遗体 正当所有人都在搜救幸存这时 山下的公路上 突然出现了一支美军装甲部队 然而他们此次任务是接回侦察牌 排长命令所有人禁止擅自开枪 可不出意外的话 就要发生意外了 正当美军坦克清理入葬时 突然一声枪响 美军机枪手顺真倒地 紧接着子弹穿过撂望口 坦克车掌倒在血泊中 原来开枪的正是侦察牌排长杜川 正带领残存战士在此伏击 整座三国盾石枪声大作 杜川一个众生躲避炮弹的袭击 眼见找到了侦察牌 老猛在侧翼 也对美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两人左右夹击 打得美军一个措手不及 老猛带着队伍冲锋陷阵 连续干掉两辆美军反克 为山上的队友解决了暴风的危机 杜川更是凭借着精湛的枪法 无情的收割 就当两拨人马准备在山下会合之际 意外还是发生了 高地上 忽然出现了美军小队 对他们进行了猛烈的扫射 原来 后山便是美军重炮营地 毫无防备的自愿军战士 被打得损失惨重 最终也只能选择撤退 老猛和杜川会合后 两人一合计 决定端掉后山美军重炮营 就在老猛将炮营坐标发回团部 请求死心炮火覆盖之际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老猛被美军203毫米榴弹炮击中 连同电台都被击得粉碎 面对老猛的壮烈牺牲 痛心的战士们 也只能将他的遗物 埋在这一国他乡的无名川中 电台被毁 意味着失去了团部的炮火支援 想要摧毁美军的重炮营 几乎不可能 怎么办 可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军 志愿军不到一个牌子战士 真的能端掉美军的重炮营吗 这就是中国军人的霸气 就连经历过朝鲜战争洗礼的美军上将 麦克阿瑟 在他的晚年中 竟然这样说到 谁要是敢跟中国陆军打仗 那个人脑子肯定有兵 看看我志愿军战士 是如何以不足一个牌的兵力 端掉美军重炮营的 此刻渡川发现 只要拿下炮营的前哨制高点 美军重炮营自然就成了靶子 火力防御高地上哨塔的重击枪 会在他们进攻时 造成致命的威胁 而这么远的距离 志愿军的步枪射程 根本够不着 神友暂时把目标放在了 美军运输物资车上 由于前一天受到志愿军的伏击 美军运输车一直滞留在山谷中 正当所有人都为如何躲避美军探照灯 将物资取回来而发愁时 一场及时雨 给大伙带来了希望 志愿军暂时趁着雨夜 悄悄地摸到卡车附近 掀开三步才发现 这些都是美军重炮所需的重炮管 断定美军重炮营的炮管 已经达到了使用寿命 只要将这些新炮管给炸了 那么重炮营对我军的正面进攻 将构不成多大的威胁 就在战士们紧急地搬运物资 准备炸毁这些炮管时 危险在向他们慢慢逼近 美军为了紧快地修复重炮 他们等不及陆军前来支援 军官便下令炮兵 下山搬运物资 就这样双方在这无名川中 形成了遭遇战 而平时只会填弹放炮的美军炮兵 在我志愿军面前 根本就不堪一击 只耗一刻钟的时间 便被全部歼灭 我志愿军暂时在撤离前 还不忘将带不走的物资都给炸 这是收获不小 清一色的美械装备 只等着什么时候才能派上用场 正当美军在帐篷内呼呼大碎时 殊不知 一支美械装备的志愿军小队 突然对他们发起了进攻 两架排击炮率先端掉了美军的前上 紧接着一枚枚苟鱼炮弹 从向重炮营地杜川带领使兵 很快就占领了制高点 美军的重炮营地 瞬间扯了志愿军的靶子 刹时间强炮齐鸣 营地顿时冲天火起 还在睡梦中的美军 对着突如其来的袭击 打得一个措手不及 一轮炮火过后 三台副排长老徐 带领战士们补充弹药 在侦察牌的掩护下 开始攻进重炮营地 可遭到了猛烈的阻击 就在这时 一架休衣直升机 突然朝营地而来 激战中的杜川 大感不妙 因为来人 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突就狙击小队 他们率先队伍志愿军 派击炮手下手 紧接着是机枪手 突如其来的冷枪 瞬间扭转了战局 老徐他们根本就攻不进去 杜川内心甘着急 因为他们的步枪射程有限 根本就没法跟美军的狙击步枪比 眼见志愿军战士遭受冷枪 损失惨重 老徐他们丢出手雷 开始撤退 为了掩护队友安全撤离 老徐腿部重弹 在爬行过程中 又被子弹击穿了胳膊 美国老意图围点打圆 两名志愿军战士 试图营救老徐 当场被射杀 为了不让更多的人因自己而牺牲 老徐抬枪便要自杀 却被美军狙击手击断了手指 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眼见老徐被如此虐待 一名战士急火攻心 在手雷的掩护下 又要扩走老徐 然而 转瞬即逝的爆炸 让两人双双暴露在 美军狙击手的枪口下 这名战士神中竖枪 可在最后一刻 他还是拼尽全力 将老徐给推了回去 自己折倒在血泊中 壮烈牺牲 在杜川的接应下 战士们成功撤离 然而老徐却因食血过多 再也没能醒过来 此时的美军狙击手 并未散罢甘休 而是乘胜追击 过他乡的无名川中 一场中美狙击大战 随即上演 战士们在废墟中复制鬼雷 埋炸药设置陷阱 近代美军的到来 果不其然 美军狙击手对废墟 进行了三面包抄 志愿军战士按照原定计划 还将神东击西 想要分散对方的注意力 可作为美军王牌的 不就狙击小队 很快便瓦解了 志愿军战士设置的陷阱 紧接着对废墟 进行了一番手雷试探 一名志愿军战士 被手雷先飞 没了掩体的眼部 很快被美军狙杀 而爆炸产生的火焰 成功地点燃了引线 不服在草丛中的 一名美军狙击手 被炸药先飞滚落山坡 王牌瞅准时机 将对方拨入废墟 一刀截顾了对方 并成功躲避美军的狙杀 枪身暴露了美军的位置 不穿瞄准 后动了扳机 美军终于意识到 他们遇到对手了 自明美军狙击手 已经按耐不住 从彻翼步步紧逼 潜藏在暗处的志愿军战士 不惧暴露 不怕牺牲 瞅准时机 果断开枪 闻着枪身而来的美军狙击手 被杜川一枪击穿腿部 并向一指围点打员 美军指挥官时过杜川意图 立即示意士兵从意测迂回 可当士兵靠近目标 却只见一顶军帽时 他终于意识到上当了 而另一边 潜伏在草丛中的志愿军战士 终于发现了美军的电台 在拼杀过程中 一名战士用生命换电台 由于地处低洼 电台根根没有信号 两人决定冒险 奔向高处 杜川原本想在废墟中 牵制美军狙击手 好让外围的战士 抢夺电台 呼叫炮火 可远去的枪声 让美军狙击手发现 他们重计了 于是迅速狙杀自己重伤的队友 朝着高处追了过去 杜川大感不妙 立即追赶上去 此刻为了保固电台 一名志愿军战士 在还击过程中 不幸被子弹击中 壮烈牺牲 匆忙赶到的杜川 劝得央起了灰尘作掩护 一枪将对方击杀 然后迅速拉栓 子弹上膛 再度扣动扳机 然而枪声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杜川和娃娃成了美军指挥官的火把子 杜川不得不边跑边丢出手雷 来吸引美军指挥官的注意力 运河娃娃在最后一秒 成功跳进炮弹坑 躲避美军指挥官的狙杀 为了让杜川两人露头 美军指挥官将主意打到了 往高处跑去的女军一 并一枪将对方腿部击穿 杜川懊恼地看着枪堂里的最后一颗子弹 于是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将自己充当了诱饵 把狙杀美军指挥官的机会 留给了娃娃 美军指挥官被娃娃一枪爆头 而杜川也壮烈牺牲 女军一终于爬到高处 并呼叫团部炮火覆盖 由于明马呼叫 美军很快就截获情报 但一切为时已晚